大家好 今天就听到有一宗新闻 就说日本有个新冠肺病人 有脑膜炎的象征 现在都挺严重 昏迷不醒 今天就想跟大家谈一谈 究竟这种病毒 会不会很容易引起中枢神经的併发症呢? 第二件事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我都知道 大家最近听这些肺炎消息 真的听到很烦 所以今天我们就加了一些普及医学的话题 我会讲一讲怎样拿脑膜炎 记住看到片尾了 我这个频道主要从普及医学的角度 就跟大家分析一些常见的医学问题 医疗新闻 不用担心 不会说很多很难明白的东西 我会尽量用一些最简单的方法 让大家去了解这些问题 如果你还未订阅 欢迎你按个订阅键 支持一下我 言归正传 日本有一个很年轻的新冠肺病人 20岁或20多岁 他送院时好像已经昏迷了 后来发觉他有肺炎 有发烧 还有有脑膜炎的象征 在脊髓液上 验到有病毒的遗传物质 听到这个新闻当然很担心 因为只是肺炎已经够害怕了 再加上一件事 不单止肺炎 又会感染了脑 感染了脑的东西 通常都不会轻微到哪里 究竟这件事是不是真的那么令人害怕呢? 大家要知道 其实很多种病毒感染 都可以引起脑炎或脑膜炎 这个包括大家经常会看到的 比如抛诊病毒 水痘病毒 甚至乎是麻疹病毒 SARS也有机会的 都很常见 这些病毒除了引起本身容易引起的病之外 有机会感染脑引起脑的病发症 这件事不是真的那么难明白 举个例子 好像水痘那样 水痘非常普遍 大家都见过了 它开始的时候 第一次感染 比如小朋友 感染了的话 通常在皮肤里出些水泼很痕 或者有很多发烧 多数都是 比如一个星期 十日八日 它干了水 结架 那就没事了 但是这种病毒 是很坏的 它就不会就这样走了 它通常就好之后 它就会走到我们的神经系统 这种病毒 它除了感染 令到我们的皮肤出疹之外 它还有一个傾向 会感染我们的神经细胞 水痘病毒来说 它侵入我们的神经系统之后 它基本上 就会被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 就把它压制住 一般来说 如果身体状态是正常 抵抗力是正常的话 它就做不到什么 它就这样在 但是它又不会走 通常就觉得 比如说20年 30年之后 年纪大了 有其他影响免疫系统的病 比如有些人有糖尿病 抵抗力弱了的话 甚至乎你可能休息不够 抵抗力差一点的时候 一有机会 这些水痘病毒 就会在神经系统里走出来 当它走出来 它就不会是水痘 它就是生蛇 它就会沿着神经线走出来 比如看哪条神经线 如果影响我们面的神经线 就会在面一搭起水泡 就会很痛 如果影响我们新的神经线 就可能是半个圈的水泡 就会很痛 就会很红了 所以大家要了解到 病毒的东西 很多时候除了引起一种病之外 因为很多这些病毒 都有一个倾向 很容易感染我们神经系统的细胞 所以这些病毒 它可以感染脑 引起脑炎和脑炎 其实就并不出奇 我刚才也说过 SARS病人也会有机会脑膜炎 2003年的时候 马加利医院有一个病人 32岁 一个孕婦 她开始发病 22天之后 突然间在医院全身抽筋 医生就帮她抽脊髓液 脊髓液里面 是找到SARS病毒的遗传物质 看病人的其他情况 似乎有没有其他原因 引起她的抽筋 所以当日他们的结论就是说 SARS有机会 就影响了中枢神经病 这种新冠肺病毒和SARS病毒系出同门 大家其实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所以说这种新的病毒有机会引起脑膜炎 其实并不奇怪 当日在马加利医院他们处理了500多个SARS病人 只有一个就有这样的病症 需要做这个抽脊髓液 你500多人里面 有一个的话 其实的机率也不算高 现在我们已经有非常之多的 确诊了有新冠肺的病人了 暂时又看不到很多的报告 就说有中枢神经病发症 所以我想大家就不用太担心 接着就跟大家讲一讲 如何抽脊髓液 脊髓液 比如以前我们在儿科病房 经常会做的 因为这些小孩如果发高烧 精神状态又不一样 有时候我们怕脑炎 脑膜炎那些 因为那些一定要尽早用药 不然可能会有很差的后遗症 所以都很常会做的 很多妈妈听到要抽脊髓液 就很害怕的 但其实这些都不算什么高危的东西 脊髓液这个名字 就改得一般的 其实正式的名字 叫做Cerebral Spinal Fluid Cerebral就是脑 Spinal就是脊髓 即是脊髓和脊髓 周围都有层这些液体包住 这个液体一路流动 由脊髓周围延伸到脊髓周围 如果脊髓有什么事 或者脊膜包住脊膜 有什么事发炎之类 脊髓液里面会有些变化 里面有些化物质变化 当然很明显 如果有菌有病毒的话 就有机会在脊髓液 找到那些菌出来 或者找到病毒的遗传物质 从而做过诊断 我们会在病人的背脊骨骨 骨骨之间 放一些针去抽脊髓液 为什么选择这个位置 因为脊髓的长度 比脊髓骨的长度短一些 脊髓骨到尾龙骨 一直延伸下去 脊髓液到头几节的腰椎 已经停止了 代之而起 有一堆比较小的神经线 延伸下去 这个橙色是脊髓液 到这里就完结了 然后有一堆像马尾的神经线 很明显 你不想刺针在这里 如果能够伤到神经 选择这个位置 放一些针进去 就不会伤到神经 其实是不难做的 放一些普通针筒的针 在骨骨之间有空间 放一些针进去 如果放得对的话 很快就会有一些清晰的液体流出来了 这个脊髓液我用绿色表示 但肯定不是绿色的 正常情况之下 滴出来像水般清晰的 当然如果有细菌感染的时候 有机会会很绿色的 我们通常会用一个针 存一些液体 拿去化炎 但滴进去针之前 我们就会搏这枝 这枝是什么呢 这枝是用来量度的压力 我们放了针进去 开始有碎液流出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就要把量度压力的东西 搏进针嘴 就是这个位置 搏进去之后 我们就会拎一拎 将活门打开 让针桶里的脊髓液 能够经这个位置 流入量度的仪器 这类似舊式血格计的水银 在这里我们直接用脊髓液量度 即是流下来之后 脊髓液就会升到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毒素 我们就会留意毒素是多少 为什么要量度压力呢 原因就是在细菌性的脑膜炎 脊髓液内的压力会增加 如果压力增加了 也有一个证据 就会告诉我们 可能细菌感染 引起脑膜炎的机会大了 当然也要配合其他的化验结果 包括我们将脊髓液送到化验所 我们会检查葡萄糖的含量 例如细菌感染 葡萄糖的含量会降低 病毒性就会正常 我们也会检查淋巴球 白血球的份量 如果是病毒性的感染 通常脊髓液的白血球量会升高 而炸白血球内 就以淋巴球为主导 这个液体也可以送去重菌 看看有没有细菌感染 也可以去做一些病毒测试 看看有没有病毒的遗传物质 会不会是病毒性的感染 今天我先说到这里 请大家给我一些意见 究竟大家想不想 我偶尔都说一说医学科普的问题 可以留言给我 如果觉得影片有用 欢迎你分享 下次再见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